所以你是从这些日记上 觉得你儿子精神上面有问题吗 斑驳的地板和灰白的墙壁包裹着万物 你忍受着消毒水的刺鼻味道 呆呆地站着 看着你的父亲和医生沟通 是啊医生 你看他怎么能小小年纪 就能有那种误会的想法啊 我这个当地的也不容易啊医生 我这个当地的也不容易啊医生 承承一个孩子 你一定要救救他呀 可这是正常的青春期反应啊 很正常的 而且 不 这不是正常 我不可能 不可能教出来这样的儿子 尖锐的声音透过墙壁 再穿过你的心 让问诊室内外来往的人 都惊讶得不经侧目 好吧 那这里有一些测试体验 小朋友 你来做做吧 以下测试满分为四十分 认为自己根本不是这样的 计为零分 有一些是这样的 计为一分 自己很认同 或者自己就是这样的 计为两分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同样也可以拿起笔来 记录一下自己的分数 并将自己的分数 打在弹幕里面 或者评论区内 第一 善于演讲 口才好 是一种很好的魅力 第二 夸耀自己的价值成果 且平凡 第三 谎话是必要的 第四 极度轻蔑 和极端厌恶欺骗 但自己 则是另一套标准 第五 就算犯了各种意义上的罪过 也不会感到 良心的自责 第六 看到感人的场面 也感觉不到 是不是很感人 第七 对所有事情 感到冷淡 且不太愿意认同 别人的话 第八 认为自己的情感 缺乏或者没有 第九 日常生活中 需要很多的刺激 并经常感到无聊 与痛苦 第十 认可自己 像一只寄生虫一样 靠着别人生活 第十一 缺少制止 做坏事的自制力 第十二 经过少管所 或者婴幼儿时期 做过不少残忍的事情 第十三 定下缺乏现实性的目标 并且相信自己 能够实现它 第十四 性格容易冲动 第十五 没有责任感 不论身上 是否有责任 第十六 小时候因为做坏事 被警察逮捕 第十七 习惯性的爽约 或以爽约为乐 第十八 渴望在任何场合 都可以做出 任何性行为的举动 第十九 谈恋爱的次数很多 但每次都非常的短暂 第二十 认为自己天生 具有犯罪的才能 或者想把自己的才能 利用于犯罪上面 过了两久 你认真地 做完了这些测试题 医生 怎么样 是父亲交集地询问 很正常啊 你的孩子很正常 这个测试的预值 是十五分 分数大于十五分的 才是有一定程度的 心理障碍 你的孩子很正常 才十三分而已 不 不可能 你们这是什么狗屁医院啊 我的孩子脑袋 已经出了问题啊 一定 你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好像内心 有什么东西被破裂了 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你只是看着这一切而已 只是 看着 你很累了吧 你恍惚间 听到了什么 但却什么也没有看见 回家吧 爸爸 我是鬼爵 我在另一个世界 等你